然后紧接着我们打开这个车门了 打开之后这个应该是能买到最便宜的五矿车门了 然后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车内都是大众的这个新的设计元素 然后进来 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座椅的包裹性很好 可以看到它座椅的这个算是没有用那种 所谓的赛车同意 但是整个车的这种座椅的这种输入性和旁边侧椅的这种包裹性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然后看中间啊 中控它这里用了一个大众全最新的系统 这个系统用着很顺滑没什么问题 然后也支持CarPlayerCarLife之类的这些手机互联 但有个什么问题啊 这这这套系统如果说你开空调的话 这套系统它把空调集成在这里面啊 你如果开空调的话 你需要先进入空调界面 然后才能去打开空调啊 所以这就很繁琐很麻烦啊 你看啊 这个如果说你看你第一次用这个车你不顺手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打开它的空调界面啊 所以 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 这套系统为什么你空调 不能把它设计成一个单独的选项呢 而是要让我们去找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真的 其实这套系统整体来说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 这个空调你就把它藏起来 哎 真的 我觉得实用性差了点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